您是最近这两年是得奖连连 像中原医的院长 王克肺接受民事新闻部的主管 欧安良的传访 他特别来说到 他跟中原医的团队研究出 功效的预防下 可以来对抗不同的变异株 用糖分子研发出来的广效疫苗 都可以对付这些不同的变异株吗 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子 我想广效疫苗的意思就是 一个疫苗可以对付不同的变异株 在十几年前就开始研发 针对流感的广效疫苗 他上次来解释这个预防下 如何研发成功 有外界的关心的是 Coffee现在在全球 四个团 病毒不断的突变引进 王克肺和团队利用糖分子研发 可以对抗病毒特变的预防下 外界更迅速的是 当时要进去 因为这个紧急需要 所以比如说莫德纳 或者那个BNT 因为美国有 有成立这个所谓 取速行动计划 假如我们这个也走向 这个取速行动计划 当然就会很快速的 一两年就有可能 就未来一两年内可以预期 可能可以就上市了 对 这危险为迫发以来 已经造成全球百万人希望 但是光效医生可以就此 不可以造福全球 也能够一处 将台湾撒进世界舞台 民視新闻中博物 国家市的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App 民視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